明明共享 限領六千 光領前不夠民進黨還要再加碼 小規模的一個店家 如果就是說今年在這個過年的時候 在這個物價上漲 還有就是原物料也上漲 然後就還有人工不易那個找到的時候 若我們可以幫他們代繳一年的這個營業稅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美德 政院發出現金利多 面對疫情帶來的產業衝擊 民進黨團希望小商家也可以受惠 國民黨團更爭取年前就要發現金 主張延會到十九日 雖然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批評政策飆車 但綠營還是做好準備 內部群組也已經發出通知 請立委預留十六日到十九日時間準備延會 目前為止呢 黨內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至於說是不是在延會 目前都尚未確定 那大家也知道 目前想要領到現金 因為年齊的氣氛確實是有人民正要期待 所以我是建議 柯建民總召還是老老實實回應民意 不要負於頑抗 另外一個部分 不要真的太多的政治算計 立法院是否延會 十三號將召開朝野協商 馬上就會有結果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